就是这样一干神奇的饭带 将想要站起来的怀特 又暗倒在了座位上 现在丁军会领先6分 但是台面还剩一颗黑球 所以两个人基本上是处在同一起跑线 现在真黑球就看 这个防守质量更高了 这局比赛的真黑球可以说是近十几年来 斯诺克历史上最经典的真黑球 因为两个人在将近5分钟的防守过程中 防得滴水不漏 丝毫不给对方机会 可以说是一场教科书般的真黑球 在台面只剩两个球的情况下 最好的防守就是让两个球之间的距离越远越好 华特今年已经61岁了 在前一段时间刚拿到了第四个元老世锦赛的冠军 但是在真正的世锦赛上 华特确实非常悲情 连续拿了6个亚军 所以华特也被大家称之为真正的无冕 丁丁辉呢到目前为止拿过一次世锦赛的亚军 中国球连续呢就是对他非常期待 所以大家觉得丁丁辉在退役之前 有没有可能拿到4个赛冠军 这个时候的华特呢 虽然已经54岁了 但是依然保刀不老 丁丁辉同样是不甘示弱 会进了一杆非常高质量的防守 两个人可以说是针分相对 一杆比一杆质量高 真飞球不仅考验球员的技术实力 更重要的是抗烟心理的抗扬能力 丁丁辉这杆出现失误了 幸亏这个黑球没有过中线 虽然的话这局就交代了 2014年的第九回呢可以说是处在一个职业盛养的跌分期 反正的比赛 十字回球没有翻进 但是这根也带着防守 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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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运的健康 为Jimmy来带回来 漂亮 怀佛的J杆质量更高 这两个人对于线路以力量的把控 真的是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的状态 这一局比赛已经给出了时间 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两个人依然没有分出胜负 非常的焦重 这一局比赛也是非常关键 如果Dini会能够拿下 就是2比0的领先 看一下这杆防守 我不会把直接翻进了 怀佛真的要郁闷死了 好 大阪 好